本土 民主 反共 寶萊政治 民生起義 My Radio 2016 咦?阿妹你在看什麼? 看見國研習班 但你不是四眼XXX的粉絲來的嗎? 看完四眼XXX就看了泰博壓近 但你上個月沒有給見國研習班的月費 你今個月也給唐主、台洋和天奇 行了 現在給 現在已經是月尾了 你交了月費了嗎? 未交的話 就請到myradio.hk節目月費收費表 挑選你想支持的節目 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hk節目月費計劃 myradio.hk節目 myradio.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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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comfort illy maioria 提前我們有一位演場觀眾 不知為什麼會有很神奇 現場觀眾是演場版 我們平日不可以這件事情發生 endings嗎? 我們可以嗎? 可以 只限一位聽眾 太久我擔心承受不了 我擔心流雨結構有問題 為什麼都是流雨結構 然後我想問大家在鏡頭看不見阿康電腦前面有這塊東西 不知道做什麼鬼東西 不知道做什麼鬼東西拿這樣的東西回來做節目 然後我問他是什麼來的 他說這個是HardDisk 我說HardDisk那部不是Laptop來的嗎 是Desktop來的 然後他說不行 我電腦現在沒有這塊東西 電腦會關機 那你不如帶一部Desktop回來 現在沒有分別的 這個是行動型的Desktop 運動型Desktop 我回來的時候想問這個是不是無線充電 玩幾下條線幫著 但無線充電回來幹什麼鬼 他只是今早設置這塊東西都設置了15分鐘 大家課金給我弄電腦吧 對 搞成這樣吧 省點小 這些年輕人真的 你有沒有電腦看過什麼來搞到這樣 關什麼事 笑就講完了 我們今天會跟進回週末的大新聞 其實由星期五開始 成大胡法江體育中心就崩了這個天台 一直陸續續續都有一些不同的資料出現 我們不如這件事 由星期五那裡交代整件事是怎樣 說到星期五兩點半的時候 就在那個胡法江體育中心 整個天台就崩了下來 當時其實一分鐘之前 裡面還是有人 剛剛裡面其實是有三個職員 還有十幾個學生在裡面 職員就是在打點 在那裡玩羽毛球 剛剛那幾個職員發現漏水 好像漏到花灑 然後就覺得好像有些心之不妙 那三個職員就叫那些學生快點走了 走了之後 不足一分鐘到 整個天台就崩了下來 其實我自己第一件事看到就是 幸好沒有死人 真的幸好沒有死人 然後陸陸續續訪問同學 原來發現 在這個崩天台事件之前 那一星期 因為他們是進行一個考試 其實在那個星期一 考試的時候 已經有同學投訴 說有崩石屎 有漏水的問題 是連續發生了三日的 也有同學去投訴 當時這個體育中心裡面 其實最高是可以容納 九百個學生 同時在裡面進行這個考試 但是他們都進行了投訴 但是偏偏這個校方 就沒有即時這樣處理 因為其實在考試的 那個星期一的第一天 已經是發現了 有這個天台有問題的狀況出現 但是投訴完之後 校方都沒有即時的處理 都容許繼續裡面進行考試 這個是同學投訴的其中一個點 另外就是 究竟你去建一個這樣的綠化天台 綠化天台 你建多些東西 正常來說 那算不算潛建呢? 那需要不需要去入則呢? 需要不需要這樣呢? 那接著這個城大開記者會的時候 就交代 說他們這個綠化工程 其實就是豁免的 那豁免了 那豁免了 但是你有沒有對於這個工程 進行任何評估呢? 那他們就說有的 那其實他們的說法呢 就是 有去進行這個評估 那其實他就說這個 承建商已經聘請了註冊的土木工程師 去判定這個綠化工程 會不會影響到這個建築物的結構 那其實那個結果呢 就是說 他們覺得這個綠化工程 就不會影響到建築物的結構 所以就不需要入則的 那他的說法就是這樣 是由那個測量師的那間 陳左堅 就是這個威華建築公司 有限公司 設計和施工的 那他們就說已經是委呆了這間公司 去認可 那但是呢 這間公司 其中一個客戶呢 就是成大 但是呢 這個陳左堅呢 這個測量師 他就否認了 他有去認可這個工程 那但是去到 昨天呢 昨天呢 成大呢 他就 拿出了一個文件 那這個文件呢 就清楚地顯示 工程認可人呢 就是剛剛剛剛說的 否認了去認可這位陳左堅 那究竟現在這件事 究竟是有認可還是沒有認可呢 那都是各執一詞 嗯 那這個是其中一個詭異的地方 那 那 一個說我給了你認 另一個說我沒有認 那 那現在成大就說 我不是啊 我有文件顯示你就認了 那其實 你是不知道信哪個好 那但是很肯定是當中有人說謊 是 因為 因為 一開始 因為他其實是逐天 他是逐天發展出來的 是 他一開始星期五開記者會的時候 他就是說 哦 不是啊 我們是得到豁眠的 是覺得 不會影響到那個流域的結構 那也是由這個 陳左堅 刷良師認可了 那陳左堅就馬上就否認了 那 然後 成大那邊他本身是說沒有補充的 是 然後是昨天他才再找到一份文件 是 說他們認可了 那現在又要等回陳左堅那邊 可能看看究竟 究竟整件事是怎樣 是 因為其實這個是一個關鍵的點 是 在追究責任那方面 對追究責任那方面是一個關鍵的點 那 你究竟是 就是我感覺到可能成大就想 這個策略師 建築公司 可能去 推出責任 基本上推來推去 責任 嗯 那我覺得就 你就用普通的理想來看 你在一幢大廈上面 再加建一些東西 再加 那麼大堆東西 那麼重 百多噸的東西上去 究竟是 需不需要入質 需不需要認可 那你普通的理想來講 你都覺得 你加建 任何的加建 是應該都要有 你檢查過 檢查過 各樣的事情 尤其是 它這個 天花 它是金屬框架 不是碩屎框架 還要 這個東西是建了26年了 你是沒有 沒有做過任何事情的情況之下 在上面再加建 嗯嗯嗯 是的 那麼 那麼我們就會問 這個是成大和這個 測量師之間的爭拗 但是其實 根據一些條例上面 嗯 究竟是可以 正常的做法 是應該是怎樣的呢 那麼 如果我們看回 譬如 建築物條例 第123章就說到 那麼如果 如果有向屋宇處 呈交的屋頂綠化建築圖 那麼處方呢 是需要按照條例的 法規去審批 將這個建築的圖質去轉介 其他相關的部門 那就由他們去 呃 呃 去 呃 去規管這個 呃 工程是怎樣進行審議 但是呢 就沒有這個明文去規定 這些工程呢 是不是需要去入則 還有 是不是需要向屋宇處的申請 那麼 就變成很混淆 如果你申請 我就要檢查你 那麼一檢查 我就要給屋宇處 要給發展工 嗯 那麼 那麼 如果我是搞工程的 那麼我當然是盡量 希望不需要做這些工作 是 那麼爛了它嘛 方便了它 所以其實 其實有些訪問也訪問到 建築師就說 其實那個 其實規定上面呢 就是說 建築物的結構 如果有改變 或者承載力有改變的話 那你就需要入則的 但是呢 其實 現在的 政府呢 其實是沒有一個機制去檢查 那個承載力 到底有沒有 就是改變這個制度去監管 其實 它不會理會 究竟你那個多了還是少了 這個就不是一個 就是不是一個他們會關注的點 那 所以其實你如果 假設你不入資的話 其實它是主動查不到你的 嗯 或者沒有人去去舉報你的話 就不會查到你的 嗯 所以就有個灰色地帶就說 其實不如不去申請的話 那就直接不會 舔到東西了 因為通常你 你潛建這些東西 建築物 就是屋漁處對於 潛建這方面的 通常是要有人舉報它 才會去 專程檢查 它不會逐個天台去跟你看的 嗯 那其實 譬如如果看回 這個城大的天台 你們說到那個 屋頂的 成重力這樣 那 我們看回今天的報紙 其實它也有說到 有訪問到 黎廣德 其實在它的 計算裡面 就是它看這個圖質 和估計 那其實大概呢 當日這個體育中心 它的天台的 成重量呢 大概每平方米 是120公斤 但是呢 因為那個天台 有這個大概40厘米厚的泥土 那 就用來吸水 以及吸了一些雨水 那 估計呢 當時的天台 實際的成重量 是有500公斤 嗯 那其實真的負荷了超過三倍 嗯 變了我又會想 其實你建築的時候 是完全忽略了這個問題 你想也沒有想過 因為其實 你知道香港是一個 會經常下雨的地方 會大風 會下雨 會黑雨會紅雨 雖然天文台是不准的 但是它實際的降雨量 都真的 是高的 是多的 那它完全是沒有考慮過這一點 那 去做這些天台陸化 是的 那 還有現在說的不是一單 天台陸化是很多的 有很多天台陸化 是 因為如果就是以大學為例 那譬如中大它也有陸化天台 科大也有五個天台的陸化項目 那其實他們 理工又有八個大廈 是有天台的陸化項目 但是這些說的是大學 那如果看回 中小學 也有 中小學 中小學的那些還沒有計 另外如果看回政府的文件 檢查一下 其實它是沒有一個 正式對於陸化天台的統計 但是如果你翻查它的 向了屋宇署入職申請的天台的政府建築物 只說政府建築物 就已經有五十棟了 是 其實這些屋宇署檢查過 就感覺上是比較安全 但是剛才說的 好像還有很多私人樓宇 Joy說的那些中小學 因為他們是推進那些中小學天台陸化計劃 那還有那些中小學 那其實是對於我們來說 是形成一個隱形炸彈的 而且你想想 其實成大這件事是真是幸運的 因為其實它幾天前 就有幾百個學生在裡面考試 但是因為那個 嵌天台之後那個星期六 就想著會有一個星期六的蔓延 是會有二百多人參加的 其實它嵌早些或遲些 已經是一宗很嚴重的悲劇 其實是幸運才 這次的學生和職員可以走 但是其實還有更加多的潛在危機 而譬如如果看回政府發出一些 對於陸化屋頂的文件或指印 他們主要的著力其實是說 你在屋頂上面可以種些什麼的植物 那些什麼植物是比較適合種在屋頂上的 即是散熱好一點 還有你陸化屋頂有什麼好處 譬如是散熱、節能 你可以減低這些熱度效應 吸雨水 吸雨水又要有一個排出雨水的系統 譬如他說陸化屋頂要考慮 流雨結構的承重力防水的問題 但就沒有清晰地提出陸化天台的工程 是不是需要相關的政府部門批准 而且陸化天台 其實它有很多款式 譬如成大它就是鋪整個草地 直批 有一些它其實是放一些盆栽上去 那些其實又會變成一個不同的監管 即是你又監管不到 我也是放一些盆栽上去 其實你理論上就沒有起到東西上去 那你就沒有影響到那個流雨的結構 但其實你也是加重了那個天台的負擔 還有那些是 那這些又沒有清晰的指印 你起碼會有一個比較安全的指印 那它那個指印就著重在用什麼植物方面 其實說到這個陸化天台的計劃 為什麼會好像近年說了這麼多呢 那當然你說環保可能是其中一個因素 那但是 其實最重要的是 為什麼那些人這麼喜歡整 或者這麼多學校會整 那其實是因為那個計劃 就是一個是2011年提出的 就是一個叫 以總流面面積豁免的措施 就說這個地產商如果透過了這個 這個香港綠色建築標準 Beans Plus的認證之後 那如果你假設你能夠通過這個認證的話 就是它有四級的 通過這四級的認證 你就可以換一些流面面積回來 就可能就 你任何一個的level都好 就是假設有 有一個叫做白金啦 金啦 銀啦 銅啦 其實每一個level都好 你都可以換到10%的流面面積去 即是你種樹我就給你多一些樓 你給你多一些樓 給你多一些 面積可以擴大一點 即是可以給你多一些 可以給你多一些發水空間 是的 所以人們說這個計劃 其實是縱容了發水的 那如果它又是一個疏於監管的條例上面 即是你又不好好監管它怎麼錄發一些地方的話 那我覺得是幫了地產商 是的 那當然剛剛我所說的這個就是地產方面 那我不知道 即是學校究竟能不能夠 如果學校的話 它是有可以批這個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 給它們去建這個綠化天台的 但是它那裡給它那些錢呢 就會批 例如批四十幾萬這樣 就只是可以做到一個工程 但是沒有包括入質 如果它自己要找人去入質的話 就要加多二十幾萬這樣 那當然它沒有這樣的錢去做 嗯嗯嗯 還有它們如果 譬如做綠化做得好 又會有獎項 是的 Gogwin 是的 其實它在2008年 其實它跟環保處簽訂了一個減碳約章 那它就是參與這個綠色香港審探計活動 那它其實之後呢 它拿了一個獎項 就是關於在2010年的 資坑式電節能比賽呢 就贏了一個營造低碳校園的獎 是的 就這樣 是的 譬如我們眾所周知 梁振英和李大哥校長 葛偉 他都是一些 啊 sorry 城大 對不起 我錯了 collapse you 是的 是的 那城大那個校長的葛偉 他也是很喜歡去推動一些綠化環保 這樣的東西 所以現在 好像有問題那樣 不是它是沒有問題的 而且確是需要的 它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如果你推動環保是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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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因為其實你那個 在體育中心那裡 它其實是2月才建好 其實是很新的東西來的 你這麼新的東西 你覺得它軟 你可能覺得它本身建的時候 偷工減料 或者它建了很久 然後沒有維修 或者沒有什麼 但是其實不是 其實 但是它的蓋是建了26年 只不過它上面再加上它的東西 是的 但是它的蓋是一些金屬支撐的屋頂 不是碩士的屋頂 而金屬支撐的屋頂 是比碩士支撐的屋頂 是性重量更加低的 更加少的 那你完全是沒有考慮到這件事 那就導致這個 這樣就貿然在上面 即是在網顧安全的狀況之下 就在上面建了一些 即是綠化建築這樣 但是其實我覺得 就是我認為 或者怎樣 香港一個這樣的城市 對於綠化 或者對於 蓋多些樹 那些是重要的 但是 安全也更加重要 譬如香港很喜歡採取的方法就是 我這裡要蓋一些東西 但是這裡本身有很多樹 那就不要緊 我把這裡的樹全部砍掉 然後我在其他地方 再蓋一些新的給你 是的 但是你往往 譬如蓋了那些樹 因為其實你如果 斬了一棵十年 或者二十年老的植物 你建一棵樹 那棵樹也要散 是的 或者你移植也好 那你都不能代替了 原本給你斬的那棵 始終你都會影響到綠化的東西 而且我們很多時候 譬如會把那些綠化空間斬建 這樣計算 譬如我建這個地皮 我要剷掉多少綠化的東西 譬如我建了多少綠化空間 如果根據他們那些 即是覺得這樣 就算是分析了 是的 譬如假設那個空間 是一百棵樹 那它斬了 那現在我要建一百棵樹 但它不是把那一百棵樹黏起來 很多時候 是這裡一塊 那裡一塊 它只不過是 將那個綠化空間 可能去融入 它那個地皮 建築物的設計 就不會真的 製造了一個 跟原本 是差不多的綠化空間出來 它只不過是用一些數字 去堆砌 它需要這樣的綠化免值 那很多時候我覺得 譬如香港做綠化 就會變成這樣 但是當然綠化天台 可以去減碳 可以去降溫 那是很緊要的 但是問題就是 你都要好注重安全 還有究竟香港現在 無論施樓、中小學、政府建築物 還有多少這些綠化天台 那我覺得 我覺得政府要出來說些話 我覺得他們現在 吳克劍出來說話就是 都是那些 全面撤查 叫他們提交報告 提交報告 那它現在是 City U 沒有說錯了 它會成立一個 八人的調查小組 但是往往這些調查小組 過了一段時間 大家就忘記了 其實你看看 沿水事件 就是這樣 沿水事件 你調查了這麼久 聆訊了這麼久 好像還在調查 還在調查 但是調查的過程 其實是間接給輿論 或者香港人去淡忘這件事 我看到外國的一些做法就是 你會去拘捕人 譬如你之前抬嵐樓 你一定會先拘捕一些相關人士 你起碼會做類似的事情 才會再去調查 但是往往在香港 我們成立一個調查小組 然後等待你們的香港人不記得 之後就不料了之 你看回沿水事件 其實就是傾向這個處理方法 那現在 成大也有機會是這樣的 因為其實有很多隱形 我覺得根本是隱形炸彈 我們現在已知的 綠化天台數目 是一堆很少 50個政府建築物 其他沒有正確的數字統計 我覺得起碼政府 你現在 譬如屋如柱 你可以做的一件事 就是 起碼要有人強制去登記 如果你本身 無論你那個綠化天台 是放幾棵樹 放幾棵破綿災 還是值一個草坯 你要強制登記 你起碼有一個統計 你起碼有一個統計 然後抽一些比較 可能舊的樓宇 或者可能你覺得那個天台 是比較危險的 可能那個建築問題 你起碼抽那些 可以抽樣子 進行一個天台的檢查 你起碼做一些事情 給一個公眾看 你是有信心去解決 這個樓宇安全的問題 因為你不知道 你可以是 學生 你可以是走進一個大廈 你不知道 而且 香港的大廈這麼高 你綠化了屋頂 我看不到 我鬼知道你有沒有綠化到屋頂 你起碼需要做一些事情 去安撫 不要安撫 其實大家都不是很大反應 我覺得尤其是 如果你是說直草坯 即是會有泥土直接在天台上面 那些大廈 是更加應該需要去登記 因為你 如果你是直接泥土放在天台上面 你的排水系統是很重要 尤其是香港下這麼大雨 接下來幾個月都是雨季 我們經常有黃雨等等 那究竟他的排水物料 是足不足夠他去排水 你不排水的話 那就加重過承擔 那究竟 他有沒有計算過這件事在內 當他正在興建的時候 那我覺得 尤其是這個 你至少普通盆栽花盆那些 你會有得滲水散水 但是如果你直接把泥土放上去的話 那究竟是不是真的有需要去監管呢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是啊 而且他們其實成大都知道自己是糟糕的 因為他其後都將一些同類型的 建築物上面的草坯都立刻移除 但是他又說 運動中心那個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他好像塑造到純純一個意外 是一個不幸的意外 但是如果你真的覺得沒有問題 為什麼他們又會把其他同類型的草坯 立刻移除呢 那其實他們自己都是怕糟糕了 但是你學者看過 移除了草坯的圖片之後 都已經是說 他的排水物料應該已經太薄了 本來應該至少要三個CM的梳水層 他只是做一個CM 還有應該用做硬的梳水層 他是做軟的 是可以摺的梳水層來的 還有工程師也有說過 其實如果香港這麼大雨 是需要做一層梳水石 讓它有洞可以散走水 來避免泥土去儲存水 增加重量 那大家有沒有補充 其實這件事真的是 如果現在你這麼說的狀況 就是說 校方現在就要開會 決定應該怎麼處理 其實現在的運動中心 垂了的位置 現在是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夠清晰的 因為現在一直都要去視察環境 究竟應該怎麼去 究竟會調查還是怎樣 現在還不知道 總之現在那個地方還是 垂了之後 一直都沒有變過 但是大家都不要忘記 其實這些地方 周圍都是有的 周圍都會有一些不同的 綠化的工程 或者綠化的建築物 其實如果下雨上來的時候 都會令別人很擔心 現在我想一下 我覺得挺擔心的 其實香港有什麼是不擔心的 很避開地說 好像很離地 我待會說最擔心 我看回那些 人家說要做這些綠化天台 其實它是需要長期 要有人去綠化的 究竟香港做這些綠化天台 就是會不會就是 蓋了一些草上去 又不理它 就是不理它 有它自己在那裡生 是呀 我覺得很值得懷疑 這件事 你如果蓋起來 究竟你會不會去綠化 又或者你懂不懂得 去怎樣做這個綠化 而且如果你這件事 爆了出來之後 你最重要是 你以後 由今天開始 會綠化的天台 那你入不入側 你入不入側 你現在會不會 立刻去出一個指引 或者呼籲人要入側 因為你已經有一件這樣的事件 如果你之前那些 算了 你都唯有叫他們 找回他們出來 或者全面檢查 那他們沒有入側 都很難找到 但是由現在開始 新起的那些綠化天台 那你入不入側 其實 政府方面 你怎樣強制他們入側 是應該 是應該 快一點去做一個反應 就是說 究竟你要申報 或者 你所說就是要 強制登記 那個 究竟香港有多少 或者它的狀況 現在是怎樣 就是排出系統 究竟能不能夠去支持到 現在的雨鬼 這麼多雨的情況 會不會因為 承載力不夠 而真的會有一個 影響到建築物的結構 可能倒塌 這個是 我覺得政府 必須要快一點去做 而且我覺得政府 好像覺得 就是擺一個姿態都要 不是 我覺得好像現在的姿態 就是不關他的事 這樣 這個是你整大學校的事 沒有這樣 你們自己處理 類似這樣的姿態 其實如果這次事件是有死人 那是不是又交給學校處理 他不可以這樣推卸站 他是不可以 所以我們結論 都是要建國 要換了這個政府 好 我們這一節做到這裡 下一節回來見